Hello 我是Jessica 观众粉丝朋友有没有惯着我 有几天没有上片 现在Jessica来到预风明门 现在她加推11栋 准备加推11栋 然后认酬有比较大优惠活动 认酬抵900折 再抵2万元优惠 再加上我们Peter团队 我们Jessica会有现金回赠 所以整体来说性压比较高 如果受得动的话 最低可以做到13000多 然后我们等一日去和大家拍个阳门间 好 等一会见 我的快乐与恐惧在意 很像东西翻译成烟雨 但你紧紧我心里 我们却像个榨一层玻璃 看得见却出不及 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着急 无心的坐舍不离 我尴尬的沉默 我尴尬的沉默里 泪水在底 我无法冲到我自己 从何说起 要如何翻译我爱你 寂寂寂寞 寂寞不易 我也想能与你搭起脚梁 见你默契 却此不答应 在你的梦点里 寂寞不易 不论天晴或下雨 陪着你悲伤欢喜 你难道从来不觉得好奇 你身旁冷静 你身旁冷静拥挤 我一直在这里 不说一句 我无法闯到我自己 从何说起 要如何翻译我爱你 寂寞不易 我也想能与你搭起脚梁 建立默契 却此不答应 我一直在这里 对方的眼前 你肯定是你 要如何翻译我 我一直在这里 只是想要 不想要不要 我一直在什么 我一直在这时候 让我 Borderlands 我让你 乌草 我一直在这时候 我无法转到我自己 从何说起 却无法翻译我爱你 遗憾不已 我也想能与你打起 桥梁建立默契 我必须得先看明白我自己 分一成一句我爱你 我也想能与你打起 桥梁建立默契 却此不答应 此不答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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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都是118方 01的好处 01的右手边 如果放东西 这一户就可以放东西 02就不可以 02那一户是没有转弯的地方 01就有的 01的装修是比较欧式的风格 我便不拍这一户 这两个是一样的 一样的装修 一样的户型 118方 都是3加1 然后两踢两围的设计 118方 现在新加推的就是11栋 这就是新加推的 因为三楼是做的以前装修 所以现在看到的都不是交付标准 就会和29栋 之前上一期卖出来的 上个月卖出来的29栋 差不多交付标准 装修风格差不多 现在7楼在装修 11栋的7楼在装修 我刚才去看了 真的没做好 所以先拍了三楼 看它的格局 看它的格局是怎样的 因为这个格局一模一样 只不过是交标不一样 进来就看看 这些门就没什么差别了 新的是电子密码锁 就会比这间好看很多的 这个是旧的 不用这么细节 这个是旧的 然后这边就是玄关柜 设计也不一样 先参考一下它现在的格局 这边就是一个三加一房 这间房 它这里设计好像皇帝椅 真是以前的风格 现在它最新的 都不会是用这种傢俬 比较少用 然后来说 这间房就是送的 这间房就是送的面积 我看回形图 全送的 这个房间是偷结构连板的位置 这间房就是不算面积 所以实际上的意义是三加一房 这间房可以做储物间 可以做鞋柜 或者更衣室都没问题 或者做这张书台也可以 或者打机室也可以 这边就是封号给你的 到时候就看你自己怎么改造 然后再进来 这边 现在可以看到它这个风格 都是以前一个中式风 一个装饰风格 现在就很流行那些 我也有很多业绝说 很流行那些奶油风 灰色系 所以一看这个就知道 是以前的装饰风格 不过其实这些都比较清雅 应该这样是 中式风 其实都有它的一个特色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奶油风 这个是以前的 就是参考 我们看的格局 这里就是饭厅的位置 可以放到四张椅左右 四张椅到六张椅都可以 如果你放到圆桌 其实厅也是够大的 客厅的开间是四米的 就是雨风名门 你说如果29栋 它的厅真的大得夸张 但是如果你说11栋 新家推的好像这种格局 其实就比较适用一些 就是厅不会太夸张 房间来说 就相对来说 都会大一点 因为好像29栋 都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有个户型 就是宋四日方 那个户型 其实就是我很多客户看过 还是喜欢厅大 但是房间小 就是雨风名门 那个就是29栋 那个是 但是现在如果11栋 这种设计 它就比较正常一点 还有它的实用率其实都高 因为雨风名门 一直的户型设计 实用率都很高 这边回来了 它的厨房也是很大的 厨房 就是雨风名门设计的户型 都是适合大家庭去用 如果你说一家四口 或者三四口 其实就非常之适用于 这个雨风名门 这个户型来的了 这边就 它现在这个设计都不用参考了 它到时候都是要按回29栋 而且到时候 它11栋会出一个7楼 一个阳晚间 如果出了的话 我可以再来拍的 如果有粉丝朋友 如果想看我拍的 我也会拍的 现在它真的未出 而且现在11栋是认酬状态 认酬来说相对于 它的优惠力度更加大 这边就是一个美的三件套 不要说我没有跟你说 是认酬是真的 它的力度会大一点 它开盘之后 它就会收回那个权力 收回那个优惠的了 很长的厨房 然后走回来 现在摄影师跟我对角棋了 其实如果两三个人 在厨房操作都不会成问题 这边就是一个大的商门写具位 其实名门做得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冰箱位是足够大的 现在它118方 比较正常的一个户型 它来说 房间不会怕厅太大 然后显得房间小 它现在的厅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大小 现在这里有三间房 而且每间房间都被人感觉足够大 而且洗手间也是 就不会大到这么夸张 如果它这次开盘价 如果加上所有的优惠 应该一万三千多都有 就是这种户型 因为它 最矮流程的那些 我预计应该有一万三千多 最便宜的那套应该有 正常来说 其实月封明门的价钱 都是一万四千多 一万五千多左右 而且它好像29栋 之前卖到这么夸张 29栋差不多一个月就已经卖光了 29栋送得多的户型 其实相对来说 它的价钱都去到万七万八 所以来说 它送的面积给你多 但它其实都是算钱给你的 真的说真的 所以来说这种户型一百十八 就比较适合一家三口去使用 然后价钱 单价来说相对来说 又比较十位 性价比较高 这个就是它厨房的位置 这个就是公共卫生间 我都觉得它这个 几阔落 就是这个感觉 被人觉得几阔落 一拍一拍一拍 它用的都是科力的马桶来的 有洗手盆 但是这个 对啊 又不记得了 这个是差不多 到时可能都用差不多 不过那些色是不是这样的 白色的 桌面和镜柜都升级了 然后来说 这边就是那个 次货 也就是客房 你看这间房子都比较大 就是比较 比较方正 方方正正 然后它三楼都可以看到圆林的景 你现在来看看 十一栋的位置 它是处于在二十二栋的前面 之前有个货是二十二栋的 然后这边应该 这边就不是二十二栋的 这边是在前面那几栋 就是二十二栋在它后面 然后它就是 十一栋的彩光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有一栋在那里 它不是好像连接 它就好像前面那样 它是一栋这样的 就是有两栋四栋 所以它左右和前后 它都是相当于通风 彩光都比较好 反而二十二栋 它是连着隔壁的单位 就是连着的二十二栋 就是和二十一栋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它就被人感觉 彩光没那么好的 但是如果在十一栋 这些呢 它单看一栋栋 然后前后也有圆林 所以来说 它的景观和舒适度 其实会比二十二栋好的 你站在那里 然后这边就是衣柜位 是不是还是很阔落呢 就是够阔落的 这里做了柜 如果我站在这里 这里还是够位置的 这张床 它应该放了M8的床 这张床是M8的 所以来说 这间房子都是够大 三间房子都是OK的 都有飘桌位 这间就是儿童房 不用参考的装修 装修是以前的 你就看它的格局 这张是M5的 这张床是M5的 同样其实这里都可以做牌衣柜 所以位置是够的 还有它这个就算是次祸室 这间儿童房也可以看到圆林 这里是有树林的景观的 拍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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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主人房就够阔落了 主人房 真的比较大的 这间儿童房 现在进来 这个11栋 如果是矮楼层的 它反而是前后围绕着圆林的 因为它前后没有遮挡 所以前后也有圆林 圆林的景观是比较好的 如果11栋 我建议买六楼 六楼左右 六七八九 中层的那些单位 也没有太矮 有得选择 因为现在形丑 有得选择 肯定选择中层的单位 因为这个主要是看圆林的 我相信它中层单位 肯定是迈快过高层的 就是迈快过高层 等于優先一个责 優先选择权 優先责偶权 你先到先得 你想买一些 美好的楼层 好的景观 或者你一直看开月峰名门 之前都没有下手的 或者觉得29栋那些太大 不适用又太贵 那你就可以考虑11栋 你可以考虑11栋 这些单位 我预估它价钱最便宜 应该是可以到13000多 12000多 我就不敢保证 如果有12000多 我立刻打电话给你 13000多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最便宜那套 再往上是14000多 因为这个实用率 没有29栋那么夸张 29栋的实用率很高 这个实用率应该会有九成左右 这种户型应该有九成多 还有这个飘桌位就是传送的 这个转角有个飘桌位 传送的 看一看它站在这里 这个是三楼 三楼看圆林 我觉得三楼看圆林都可以的 三楼 不过我就觉得 如果你再高两层 五楼来计算的话 应该更漂亮 五楼来看的话更漂亮 这边 你看看这间房多大 这里可以放一个衣柜 这里可以放一排衣柜 这里也可以放一排衣柜 这里也可以放衣柜 看你自己怎样设计 然后那边可以放梳妆台 以后的话我们就 进入洗手间 这边是洗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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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间的位置 都是够大的 所以来说 它应该比较实用的 三加一房来说 其实是比较适合的 一个 适合一加三四口去用 就不会显到厅的空间太大 然后显到浪费 因为每个客户 他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有些客户觉得 那厅真的太大了 有些客户觉得 哇我就喜欢这么大的厅 所以就 其实每个人的需求点 是不一样的 很多客户 平时有户时候跟我聊 他会问我 Jessica 你觉得哪里的楼 适合我 我们会反转 问她转头 我问回客户转头 问回朋友转头 你觉得 你想要一个需求点是什么 首先 一定要处于自己的立场 去想 你是需要什么 例如我想要配套 例如我想要商场 例如我想要泳池 我想要私人会所 等等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如果我站在Jessica 那里 可能我觉得我买这里 就可以了 我买这里 但如果站在那里 你不一定会觉得 买这里是对的 所以我一定会问回客户转头 你自己更加偏向于 哪个配套 真的要看回你自己的需求 例如我更加关注这个户型 看回你自己喜不喜欢 或者我更加关注外部配套 所以每个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想好 想要更加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不一样 而且我建议你们 一定要来实地看楼盘 因为很多人不看实地 只看一个视频 其实你没有可以知道 这家屋的全貌 或者我看谁喜欢的 是一个中国春城 但我来到之后 或者我喜欢余峰名门 或者我看谁喜欢余峰名门 但我来到看现场 我反而喜欢 《优异香格里》 或者《优异香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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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因为你来到之后 你感受不一样 你刚才有没有拍一圈 那你先拍一圈 今天我好像好几天 又没有拍片 相信粉丝朋友都想着我 多多支持我的影片 和我点个line 反正竞争大了 流量的确低了少少 流量现在就低了少少 反正希望你们多多支持我们 我们拍多些片给你们看 我们才有动力 可以拍多片 点多些line 反正折扣 各方面我们都会跟你争取到最底 因为我这几天都一直在跟后勤 跟签约 所以我们这两三天就没有拍片 这两天没有拍片 反正一有空我就又拍片了 这边就是厅的位置 这个是四米阔的 四米阔 它现在做的就是中式设计 我今天就穿到比较随意 就穿了牛仔裤 所以大家不要怪我 我真的没有衣服穿了 又下雨了 反正跟这个风格 应该不太匹配 通常这些中式 应该是穿旗袍装 反正它现在的装修 就不用参考的 它之后的胶标 就雨交七个八长 然后呢 地砖应该升级了 是做浅灰色的 还有这里 雨风命门 它送的是一个空调 空调位 客厅的空调是有送的 客厅的空调 这些空调 但是房间的空调是不包的 就只是送了大厅的空调 今天 因为现在是雨季 所以我现在出来拍片 都是有些风的 现在看伤 其实它暗了一点 因为它刚刚准备下雨 下了一轮雨 其实来说 这个朝向是挺好的 走出来阳台 现在我站在这里 都感觉它的风比较舒服 潮南的了 潮南 你看 现在三楼 基本上自己感觉自己在公园 现在外面都下着大雨 下着大雨 大大声 所以来说 你可能刚才听到感觉 彩光不好 其实不是的 是真的因为今天的天气 不是很好 我这段时间拍摄都是下雨 可能是贵人出门招风雨 应该是 斌仔是我贵人 应该我不是他贵人 反正这几天出来 整天下雨 不是开玩笑 斌仔是我摄影师 很多老粉应该知道 有个Tiger歌粉丝 整天跟你打招呼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有个Tiger歌 比较支持我们 整天在我们视频上 会评论 早晨 五安 我身内看到 我看到 不然有时我的账号 我们上VPM 整天都会弹出来 我要登陆账号 所以要回到平台 所以现在很少登陆账号 因为不是很方便 整天很长一寸密码 我又不记得 因为那些乱码 我之前买了账号 登陆 所以没有复评论 但其实看到 Peter哥也会复回你们 多谢 多谢粉丝支持 我是看得到的 然后来说 很大雨 现在我看看阳台 阳台也够阔 阳台也够阔 我看看 那个尺寸是多少 阳台那里 阳台的话 没有标 尺寸 我估计 应该都有 米7左右 这里有米7 然后那里有4米 很大雨 我们进回来 这就是118的户型 那我们去看看 下一个户型 哪看哪看 Hello 我是Jessica 现在来到 128方户型 03 11栋的03 11栋的303 三楼 现在看看格局 这个位置 一直到我站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一直到我站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都是送的 这个位置 所以就很大一个拓展空间 和上率比较高 这个是128的 这里可以做一排的衣柜 或者衣柜、鞋柜 就是那些储物柜 你可以放在这里做到这里 你就不影响彩光 不要做到顶天 你就做一排的鞋柜 然后放着椅子 在这里换鞋 那就很舒服 或者就算你在这里 放的单车仔 那些BB车 都会完全没问题的 这边就是本身的一间书房 这个128房 都是三加一房 三加一房 就是等于四房 然后听两位 这个就是书房 看看自己如何改造 埋着桌 埋着房 其实是可以的 这个如果做埋着房 这间初麻雀好 我就不打麻雀 不过我看到很多 其实业主客户 都很喜欢打麻雀 其实广东这边的人 都很喜欢打的 等于娱乐 看你玩大玩小 然后这个 其实它都相当于 南北对流的一个户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两边都有窗 南和北都有窗 所以来说的话 其实都很阔落 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 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设计 这个设计 做了比较空 空阔的设计 那边就是做餐厅 反正来说 这边可以利用的空间 很多 这里可以利用的空间 很多 然后沙发 反而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那边就放电视 所以来说 这个位置到时候 其实如果你自己做到一间房 我感觉都是可以的 做到一间小房 我看能不能打通那一间房 哦 这个位置 都还可以 哦 这个位置打不到 这一间房子打不到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房子 这里本身还有一个房子 然后它打了 这个设计是把这里的房子打了 等于其实它是 四加一房子 这里本身还有一个房子 然后这边 这边就是送的位置 这边送的位置 这边送的位置 然后这里也还有一个房子 它现在打了就融了 这个厅那里 所以我怪不得 我说它以前旧式的设计 怎么设计成这样 就觉得有点奇怪 原来本身这里也是一间房子 可以做一间小的儿童房 这里 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可以做一个小的儿童房 所以这个户型度 都比较实用 房间可以做到 4加1个房子 4加1个麻雀房 那这边就是餐厅了 餐厅了 放了圆桌 就可以放一个六人位了 而且这里 如果你不照这间的设计 其实这边都可以做 全部的餐厅都可以在这里做的 然后呢 这边就是那个 我怎么拉了窗 前后其实都是圆林 因为室室一栋 都在中间的位置 所以这边的餐厅 也可以看到圆林 所以为什么我建议选 选择中层的单位就是这样 因为中层又不会太高 然后彩光也好 然后可以看到圆林 这个等于南不对楼 这边这么大缝的窗 这么大面的窗 为什么弄这些栏杆 其实就是为了过政府的检查 这个是为了小朋友的安全去弄的 这边的话就进回来 就是饭厅这边进回来 这边就是一个厨房 这边是厨房 这边是厨房 到时呢 它都会类似用这种色系 但它现在升级了 装修会更加高档 如果有兴趣 我们可以回来看29栋的视频 如果不席的话 到时我们都会再拍过 这里的新晚间 即新设计的交付标准 这边就是很长的厨房 其实鱼峰名门不用说 厨房一定够位 因为我们拍过他们这么多集 知道这个户型设计 这个厨房是足够大 有些客户喜欢厨房大的 就可以考虑鱼峰名门 很阔落 这里放检四个人都不会差 你切菜 你洗碗 他炒菜都不怕 一家四口 在厨房都不怕 这边先进入房间 其实每间房都是差不多 都是属于比较实用的 比较大的 这间 这间都够大的 这边有个衣柜位 它也是每间房 基本上都是看到园林的 这间也看到园林的 看回小区的园林位 我们下一间看看 这个就是公共卫生间 也是够大的 好像还要走一段路 才到这个林浴间 所以足证明 它的走廊是够大的 跟小朋友洗澡都够位 够位置 试试 这间房子相对来说小一点 这间房子相对来说小一点 如果那个楼台位是送的 楼台不算的 在大陆这边 我知道香港那边 我听客户说 你们那边楼台是收费的 但我们这边是不收费的 这些如果是楼台的位置 全部都是送给你的 所以在我们这边楼台越多 其实证明一个房间 空间是越大 而且实用率是越高 然后这边就是 这个衣柜的位置 这里的衣柜 反正这里就放了1米5床 如果放小一点 可能再小一点 1米2就不太舒服 放1米5 然后这个主人房 同样都是足够大的 其实和118户型 其实差不多 相对来说 它整体的一个厅大一点 然后房间大一点 然后整体来说大一点 但其实户型设计都差不多 还有128多了走廊 入位的位置 走廊的位置是送给你的 还要多了房间 所以来说 其实128户型设计 就会更加阔落一点 足够四五口都够了 包括你 如果你未来带着 老爸老母过来 就是一家大小 两三代过来 都可以住 都可以住这些户型 反正这些户型 就比较适合 上有老下有小的 大家庭 然后过来住 就比较对了 你看这个路台 多阔 其他开发商的路台 没有那么阔 其他开发商的路台 最多是这里 又到那里 这样就会小一点 这个路台是非常大的 又有个转角位 爬主人房 望出去的景 这间相当于 望着那个树林 圆林 望着整个圆林 然后还有个转角位 转过去 还有个转角位 彩光 今天下雨天也比较好 今天的景观也比较好 这边 那边可以做衣柜 这边也可以做 做布入式的衣柜 这边也可以做布入式的衣柜 看你自己怎么设计 这边就是洗手间 这边就是洗手间的位置 所以来说 4加1房 128 4加1房 然后就是一个大厅 就是一个大厅 大的空间 拍一圈出来 拍一圈 是不是呢 因为厅厅也很阔落 然后呢 就走出来阳台的位置 我发觉一下雨 人就特别忧愁 一下雨我就很想 在家睡觉 一下雨 真的 下雨天真的 不是开玩笑 我看到斌仔拿着机 好像闪眼睡 粉丝都批评了我们 我们有看 粉丝批评我们说 我们最近拍片 好像 哪个的评论 好像是Peter 不知道拍哪个版本的评论 然后 结果发生说 他收咪差 我也看到 我们老闆 Peter也有发在群里 叫我们注意 所以我们都 要改进 不过有时候 真的受天气影响 你看 天气这样的样子 下雨 然后吹过来 风又凍凍凍的 所以搞得 整个人 好像喝杯咖啡 去提神 真的 说回这里的资讯 如风明门 他已经开通了 五月几日 好像是五月初开通 那时我还搞了 不是我搞直 是Peter搞直 然后我还去喝茶 他是五月初 然后开了直通巴 直通巴士 还有 这里可以直接坐回去 就是直接楼盘那里 可以坐回去 看看香港哪个地方 先 粤港巴士 粤港直通巴 可以直接坐回去 港珠澳口岸 你也可以回荃湾 回太子 或者回尖沙咀 都可以的 然后一天的话 大概是 香港过来 香港过来 有三班 如果是 如风明门过来 就两班 香港过来 有六班 说错了 香港过来 有六班 七点 不过每个站 站点不一样 总共有六班 每个站点 尖沙咀有两班 太子有两班 这样来计算 然后来说 如风明门翻出香港 现在目前是两班 但随着如果业主更多 和整澳坦州更加 需求更加旺盛 它也会增加这个班次 目前暂成这个班次 还有来说 跟大家说回这个好消息 就是每个盘 现在坦州很多款 感受各大花城 御风明门 御风明门 中澳春城 金帝世纪城 基本上已经 解锦康城 基本上已经 全部开通了 直通班 这些楼盘 大型楼盘 香港客户 澳门客户 比较多的全部都已经 开通了 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在坦州没有巴士坐在香港 直接在楼下就可以坐到巴士 那票价 我估计它是100元左右 应该是120元左右 如果你们想了解 我可以拍这张图给你们 拍巴士图给你们 反正有想了解 随时加我微信了解就可以了 现在外面正在装修 那我们就回来说 这个户型讲到现在了 我们先讲下一个户型 讲下一个户型 Hello 现在来到对面的户型 04 这个03 128 这个03 138 整体来说 它又更加大些 相当于是做5个房 这个 这个做5个房 然后入户这里 是赠送的 这个空间全部都是送的 这个空间 和这间房都是送的 这间房就比对面的户型更大些 所以这个户型都是相当于5个房 4加1个房 这个空间就够大了 它采光位的话 这边都是可以采光的 就是留了位置来采光 然后呢 这里的厅就更加大了 这个厅 这里的房间是打了的 这里本身有间房的 我看回形图 是的 本身这里还有间房的 然后它因为可以打 它就将这里打出去 然后融了下来整个厅的位置 就是这边本身是有间房的 做书房的位置 然后凤墙可以打的 所以来讲 现在显到整个厅是非常大的 现在显到厅是很大的 而且现在它 不知道搬了一张沙巴去哪里 可能搬了上去 然后呢 没有了一张沙巴 现在显到厅更加大了 现在整个厅 就非常大了 这边就是厨房了 这边就是厨房的位置 厨房 那这张桌子 稍微还可以放大一点 因为现在是138的户型 其实它可以放更大的桌子 反正这个是因为旧式的装修 不理它 那这边就是那个叉面柜 那这边就是那个叉面柜 同样都是南不对楼 因为它有那个窗户在这里 然后这里就是厨房 厨房位 厨房 一间厨房都差不多 一二八和一三八的厨房的大小都差不多 然后冰箱位置 那都是预留了可以做到双开门的冰箱的位置 那厨房的生怨套一定有的 这个就不说了 不过它到时候的设计的话 就可能更加新色一点 就不是这种暗一点的色系 它应该是更加浅色的色系来的 那看回 刚才我都说了 其实这里 它就可以看到圆林的了 因为它前后中逐的圆林 对面就是二十二栋 对面这几栋 就是二十二 又连着过去 连着过去 二十九 那些单位就是那边 然后呢 所以来说 前后都是圆林的位置 这边又可以南不对楼 那厨房就等出来才拍 刚才其实大概都拍了一下 然后这里就是卫生间的位置 都是足够阔落的 其实它的户型和一二八都差不多 不过整体来说 房间又是大一点 房间啊 然后各方面又是大一点 由这里呢 它做了一个飘窗点 可以放在这里 这间客房来的 它里面这里还有四间房 由这里做过衣柜的 这里是做到衣柜的 不要觉得它的房间很小 足够用 米八床 这个米八床 那里就是一张书桌 可以放东西 到时候 这间呢 做了个儿童房 哦 这张飘窗店挺好的 这样坐下来就很舒服 它连这里都包起了 这种电 然后这里也是 你站在这个位置 拍过去 你站在这里 拍过去的衣柜 这边也是做了衣柜位 所以来说 这间儿童房 完全不小的 这间儿童房 完全是够用的 这间主人房 主人房还打通了一间房 主人房的设计 那边过去还有一间衣某间 更衣室类似的 这个可以说是 现在户型 很少见是大衣某间 其实这个户型就是 主人房可以做到 一个大衣某间的设计 同样来说 其实这种户型 都会受欢迎的 因为它特别 它跟市面上其他户型不同 这边就是客厅的位置 都是看回那个花园的 你拍不拍到 它那边又拉了个窗 拉一下 都是可以看到花园 所以我每间都可以看到花园 每一间都可以看到花园 然后呢 这边回来 它唯一一个自大衣某间 这个主人房 自大衣某间 是这样的 如果女主人 就可以在这里化妆 戴一下颈链 这个 不过 我穿成这样就不戴 如果我穿裙子 就戴得到 然后呢 这边就可以放那些衣服 这边衣柜 所以来说 这个户型是 主人房可以做到大衣某间 所以相当来说 设计得比较好 这个就是洗手间 洗手间的位置都比较大了 洗手间 是不是 所以来说的话 就是 户型设计得挺好的 就是足够实用 而且这个尚率应该 这个尚率很高 这个尚率都去到百分之 一百 一十左右 我估计 尚率 虽然没有那个 之前的二十九度 我夸张 但这个户型尚率很高 这个户型商来说 它价钱应该是 单价还会高一点点 单价应该是 要去到万四万五的 可能是万五万六都有 反正看回到时开架 那现在呢 就讲回它的活动 营丑活动 11栋 营丑活动 2万 抵五千 就应酬五千 然后抵两万 然后呢 还会加多一个九八折 那呢 那裕丑这个 开架商 就大进智业 那它 的确 我们上一次 买裕丑名品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它就真的是 在认酬的时候 才会计算你这个户籌 如果你不认酬的话 这个户籌 就真的会收回 反正就找我们 我们想办法 解决 如果你们对余丰名门 这些户籍 是感兴趣的 之前看不中二十九栋 那你就可以考虑 十一栋 这种比较 实用一个 大四房的设计 大四房的设计 就是比较实用的 三到五房的设计 都是比较实用的 而且实用率 亦都非常之高 价钱相对来说 又会比那边便宜 就是比二十九栋便宜 所以来说 然后它的采光 相对来说比二十二栋好 因为二十二栋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楼层 然后楼层又不漂亮 而且二十二栋 没有它的采光好 因为它二十二栋是连在一起的 也有一栋有连郎 连在一起的 但是呢 这个十一栋 它是单独一栋楼 就是两栋四栋 所以每一栋 它都可以看到个花园 看到个景观 都是比较漂亮的 还有找回我们 送现金 或者送小车 送小车是新能源 新能源 新能源 这个就 反正到时找Peter 申请 到时找Peter申请 到时找Peter申请 反正或者二选一 送现金 最高的话就是三万 最高可以回赠到三万 大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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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说的话 你们如果看中 就可以找Jessica 来过来看楼 想了解这个户型 或者想买这里很久 就可以支持一下Jessica 我们都是把 真的不赚什么钱 就是为了成交 真的为了成交 为了业绩 然后来说的话 这边出来就是阳台位 阳台位 都可以看到圆林 所以先到先得 如果现在认丑 你可以享受最高的优惠 我们这边还有 所有的折扣 帮你争取完之后 御丰明门 我们都合作了很久 合作了很久 跟阿波商 很多客户都在这里成交 和Peter申请 公司来计 我们整个团队 都会有专属的折扣 专属的折扣 反正来说 御丰明门 现在是11栋 正式认丑 25号开始认丑 然后加推 如果想要走都可以 没问题 反正想了解 御丰明门 就召召Jesika 召召我 召召我 折扣优惠 一定跟你争取到最底 最满意 你们才成交 还有 还有什么呢 御丰明门 她的地理位置 也是非常优越的 然后来说 她回到珠海 也是很方便的 回到珠海 大概十多分钟左右 就可以回到珠海 还有来说 未来 未来来计算 外面整条谭龙南路 整好之后 就会更加方便 更加快捷 整条路环境非常漂亮 而且御丰明门本身是一个现成豪杂盘 整个楼已经建好 预计都是今年年底收楼 我预计都是今年年底收楼 反正如果对这儿有兴趣 就召召我 然后约律时间我们来看楼 我们的回赠和福利都会做到最高 其他不说 我们就看看有什么拍摄 既然没有的话下期再见 现在我在11栋这里出来了 你怕它整栋? 整栋是一个单栋 没有跟旁边的栋连在一起 一边是128,一边是138 对面的两壶是118 这边下来看看它的花园 其实御峰明门的花园都是做得比较漂亮的 御峰明门的花园 密度和绿化都比较高 御峰明门港珠口岸 如果你打车的话 都是二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很方便 如果你打车的话 十多二十分钟 然后打车的费用大概二十元左右 还有御峰明门的物业管理费是2.21平方 等于豪宅如果它属于坦州豪宅 它属于整个单价是比较便宜的 2.22平方元 还有会所 14栋楼下是会所 14栋楼下有游泳池 我记得我上一次有拍过的 游泳池 恒温泳池和室外泳池 还有健身室 现在会所在整体做升级 又在这儿升级 所以来说又是有些不同 又整个全新的出来 这是会所 反正现在又重新整个新的了 又重新装修升级 所以整个花园的密度都很大 我们现在又重新装修升级 反正来说 其实坦州第一个盘 是我们拍楼盘示范 是楼盘示范 即是我们第一个豪宅盘 坦州肯定是街景康城 它是整体的花园 串进去 里面的种族全都是园林 第一个豪宅盘 第一个豪宅盘肯定是街景康城 它是整体的花园 价钱也整天坦得最贵 其次是有差不多级别 就是渔风名门 中澳春城 甘帝世纪城 这三个都差不多级别 其实相对来说 渔风名门的宅实用户型实用率比较高 还有厅大 整个小区有八个球场 什么羽毛球场 网球场 蓝球场 全部都有配备 还有有会所 所以各有千秋 看你们喜欢哪个盘 这期 说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现在我们从渔风名门门出发 现在就是渔风名门 然后我们出去的这条路是正在整的 现在这条路正在整的 如果它整好 直接兜过去就是邱月城 其实直接兜过去就是邱月城 前面其实就是珠海 所以就是很近的 如果去华法商都开车就五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去山姆会员店 大概是八到十分钟左右就能到 现在我们是去邱月城 这边其实楼下的全部都是街铺 楼下的全部都是街铺 而且是这个楼下的 不知道邱仔能拍到吗 撕影机上有没有这么高超量 因为现在有车 扭住了 那我们拍前面 这边是渔风名门 这里是还有门口 在这边 在这里 还有门口 在这里 有没有拍到 这个门口 这是渔门 从一路走过去就有丫月香隔禮 第二個樓盤 優宜香格里 我今天還沒拍 Peter那個拍了 最便宜的是一萬兩千多 如果貴的那些是一萬三千多 一萬四千多都有 因為要看不同戶型 還有看有沒有裝修 這就是優宜香格里 這邊是樓下的街鋪 全部都開了 前面是優宜城 如果你走路開車 在漁風明門出發 過來優宜城喝茶都很方便 不過優宜香格里是最近 其次就是漁風明門 所以這邊很方便 對面有個十四川夜市街 剛剛沒有拍到 這邊也是夜市街 這邊也是夜市街 這裡是優宜城 這裡是優宜城 整個坦州 的人來消費都是來這裡消費的 全部都是來這裡消費的 買奶茶 看電影 約會 約會 都是來這裡吃飯 喝茶 所以這個優宜城很方便 這段就說到這裡 拜拜 就不拍了 因為還要繼續開車